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報告委員會現在繼續開會 進行討論事項第二案 專立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請宣讀審查報告 本院經濟委員會分別於108年3月25日 及同月27日舉行全民委員會議 審查本案由政局委員賴瑞隆擔任主席 會中邀請經濟部政務次長王梅花 就行政院提案提出說明並答副委員諮詢 另邀請國家發展委員會及法務部等 相關機關派員列席備詢 與會委員於聽取說明及詢答後 對法案進行主條審查及缺密討論 並將全案審查完距離 據審查報告提報約會討論 約會討論前不需交由黨團協商 願會討論本案時由經濟委員會召集委員賴瑞隆 補充說明 宣讀完畢 請召集委員賴瑞隆補補充說明 賴瑞沒有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需再交由黨團協商 請問院會有異議 沒有異議 本案經濟審查會意見處理 現在進行主條討論 專立法請宣讀第29條 依前條規定主張優先權者應於申請專利同時聲明下列事項 一 第一次申請之申請日 二 涉理該申請之國家或世界貿易組織會員 三 第一次申請之申請案號數 申請人應於最早之優先權日後16個月內 檢送經前項國家或世界貿易組織會員證明受理之申請案件 違反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或前項之規定者 視為為主張優先權 申請人分音故意 為於申請專利同時主張優先權 或違反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規定 視為為主張者得於最早之優先權日後16個月內 申請回覆優先權主張 並繳納申請費於補行第一項規定之行為 宣讀外幣 照審查會條件通過第三十四條 第三十四條 申請專利之聲明 實質上為二個以上之方明時 經專利專責機關通知 或據申請人申請得為分割之申請 分割申請應於下列各款之期間內為之 一 原申請案再審查審定前 二 原申請案核准審定書 再審查核准審定書 送答後三個月內 分割後之申請案仍以原申請案之申請日為申請日 如有優先權者仍得主張優先權 分割後之申請案不得超出原申請案申請時說明書 申請專利範圍或圖示所揭露之範圍 一 第二項第一款規定分割後之申請案 應就原申請案已完成這程序續行審查 一 第二項第二款規定所為分割 因此原申請案說明書或圖示所揭露之發明 且與核准審定制請求權非屬相同發明者申請分割 分割後時申請案續行原申請案核准審定前置審查程序 原申請案經核准審定制說明書 申請專利範圍或圖示不得變動 以核准審定時之申請專利範圍及圖示公告之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46條 第46條 發明專利申請案違反第21條至第24條 第26條 第31條 第32條 第1項 第33條 第34條 第4項 第6項 前段 第43條 第2項 第44條 第2項 第3項 或第108條 第3項規定者 因為不予專利之審定 專利專責機關為前項審定前 因通知申請人獻其身負 借其為身負則禁為不予專利之審定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57條 第57條 任何人對於今核准延長發明專利權期間任有下列情勢之一 得覆去證據 向專利專責機關舉發之 以發明專利之 實施無取得許可證之必要者 2. 專利人或被授尋人並未取得許可證 3. 核准延長之期間超過無法設施之期間 4. 延長專利權期間之申請人並非專利權人 5. 申請延長之許可證 非屬第一次許可證或該許可證曾辦理延長者 6. 核准延長專利權之醫藥品為動物用藥品 專利權延長經舉發成立確定者 原核准延長之期間視為自始不存在 但因違反前項第三款規定經舉發成立確定者 就期超過這期間視為未延長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第71條 第71條 方面專利權有下列情勢之一 任何人等項專利專責機關體系舉發 以違反第21條至第24條 第26條 第31條 第32條 第1項 第3項 第34條 第4項 第6項 前段 第43條 第2項 第44條 第2項 第3項 第67條 第2項至第4項 後第108條 第3項規定者 而專利權人所屬國家對中華民國國民申請專利不予受理者 三 違反第12條 第1項規定或發明專利權人為非發明專利申請權人 以前項第三款情勢提起舉發者先於利害關係人時的為之 發明專利權的提起舉發制情勢 依其核准審定實質規定 但以違反第34條 第4項 第6項 前段 第43條 第2項 第67條 第2項 第4項 或第108條 第3項規定制情勢 提起舉發者依舉發實質規定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73條 第73條 舉發因被據申請書 再明舉發聲明 理由並減負證據 專利權有二以上之請求向者 得救部分請求向提起舉發 舉發聲明提起後不得變更或追加 但得減縮 舉發人不提理由或證據 應於舉發後三個月內為之 與其提出者不予審酌 宣題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74條 第74條 專利專責機關接到前條申請書後 應將其副本送達專利權人 專利權人應於副本送達後一個月內答辯 除先行聲明理由準於展期者位 藉其為答辯者盡於審查 舉發案件審查期間 專利權人 僅得於通知答辯 補充答辯或身負期間申請更正 但發明專利權有訴訟案件系數中不在此限 專利專責機關仍有必要 通知舉發人陳述意見 專利權人補充答辯或身負時 舉發人或專利權人 應於通知送達後一個月內為之 除準於展期者外 與其提出者不予審酌 依前項規定所提陳述意見或補充答辯 有遲次審查之餘 獲其施證以真明確者 專利專責機關得盡於審查 宣題完畢 照審查會議條文通過 第77條 第77條 舉發案件審查期間 有更正案者 應合併審查及合併審定 前項更正案經專利專責機關審查 任應準與更正時 應將更正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示之副本送達舉發人 但更正僅刪除請求向者不在此限 同一舉發案審查期間 有二以上之更正案者 申請再現之更正案事為撤回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107條 第107條 申請專利之新刑 實質上為二個以上之新刑是 經專利專責機關通知 獲取申請人申請得為分割之申請 分割申請應與下列各款之期間內為之 一 原申請案處分前 二 原申請案和人處分書送達後三個月內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118條 第118條 新刑專利權人處有一 第120條 準由第74條 第三項規定之情形外 請得於下列期間申請更正 一 新刑專利權有新刑專利技術報告申請案件受理中 二 新刑專利權有訴訟案件係數中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119條 第119條 新刑專利權有下列警示之一 任何人得向專利專責機關提起舉法 以違反第104條 第105條 第108條 第三項 第110條 第二項 第120條 準由第22條 第4項規定者 二 專利權人所屬國家 對中華民國國民申請專利不予受理者 三 違反第12條 第1項規定或新刑專利權人 為非新刑專利申請權人者 以前項第三款情勢提起舉法者 限於利害關係人使得為之 新刑專利權得提起舉法之請示 一期核准處分實施規定 但以違反第108條 第三項 第120條 準由第34條 第4項 第6項 前段 第120條 準由第43條 第二項 或第120條 準由第67條 第二項 第4項規定之請示 提起舉法者 依舉法時之規定 舉法審定書應有專利審查人員據名 宣途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120條 第120條 第22條 第23條 第26條 第28條 第31條 第33條 第34條 第三項 第7項 第35條 第43條 第二項 第三項 第44條 第三項 第46條 第46條 第二項 第47條 第51條 第51條 第52條 第一項 第2項 第4項 第58條 第一項 第二項 第四項 第五項 第五十九條 第六十二條 第六十五條 第六十七條 第六十八條 第六十九條 第七十條 第七十二條 第八十二條 第八十四條 第九十八條 第一百條 第一百零三條 於新型專利準用之 宣渡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 通過 第一百三十五條 第一百三十五條 設計專利權期限自申請日起算十五年屆滿 延伸設計專利權期限與原設計專利權期限同時屆滿 宣渡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 通過 第一百四十三條 第一百四十三條 專利檔案中之申請書件 說明書 申請專利範圍 占要 圖示及圖說經專利專責機關認定 據保存價值者應永久保存 前項以外這專利檔案應依下列規定定期保存 一 方明專利案 除今審定準與專利者保存三十年外 應保存二十年 二 新型專利案 除今處分準與專利者保存十五年外 應保存十年 三 設計專利案 除今審定準與專利者保存二十年外 應保存十五年 且向專利檔案保存年限自審定處分撤回或是為撤回之日 所屬年度之次年首日開始計算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四月十六日修正至條文實行前之專利檔案 及保存年限自用修正實行後之規定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增定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二 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二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四月十六日修正至條文實行前 尚未審定之專利申請案 除本法另有規定外 適用修正實行後之規定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四月十六日修正至條文實行前 尚未審定之更正案及舉方案 適用修正實行後之規定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增定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三 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三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四月十六日修正至條文實行前 尚未審定或處分之專利申請案 尚未於第三十四條第二項第二款 第一百零七條第二項第二款規定之期監者 使用修正實行後之規定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增定第一百五十七條之四 第一百五十七條之四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四月十六日修正至條文實行之日 設計專利權仍存續者 其專利權期限 使用修正實行後之規定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四月十六日修正至條文實行前 設計專利權因第一百四十二條 第一項準用第七十條 第一項第三款規定之事由當然消滅 而於修正實行後 準用同條第二項規定 申請回覆專利權者 其專利權期限使用修正實行後之規定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報告院會 全案經過二讀 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 請務院會有異議 沒有異議 請宣讀經過二讀之條文 第二十九條 依前條規定主張優先權者 應與申請專利同時聲明下令事項 一 第一次申請之申請日 二 受理該申請之國家或世界貿易組織會員 三 第一次申請之申請按號數 申請人應與最早之優先權日後十六個月內 檢送經前項國家或世界貿易組織會員 證明受理之申請文件 違反第一項 第一款 第二款或前項之規定者 事為為主張優先權 申請人分一故意 位於申請專利同時主張優先權 或違反第一項 第一款 第二款規定 事為為主張者 得於最早之優先權日後十六個月內申請回復優先權主張 並繳納申請費與補行第一項規定之行為 第三十四條 申請專利之發明時之上為二個以上之發明時 經專利專責機關通知 獲取申請人申請的為分割之申請 分割申請應與下列各款之期間內為之 以原申請案再審查審定前 二 原申請案核准審定書 再審查核准審定書送達後三個月內 分割後之申請案仍以原申請案之申請日為申請日 如有優先權者仍得主張優先權 分割後之申請案不得超出原申請案申請時說明書 申請專利範圍或圖示所揭露之範圍 依第二項第一款規定分割後之申請案 因就原申請案已完成之程序續行審查 依第二項第二款規定所為分割 因自原申請案說明書或圖示所揭露之發明 且與核准審定之請求向非屬相同發明者申請分割 分割後之申請案 續行原申請案核准申請前置申查程序 原申請案經核准審定之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示不得變動 以核准申請時之申請專利範圍及圖示公告之 第46條 發明專利申請案違反第21條至第24條 第26條第31條第32條第1項第3項第33條 第34條第4項第6項前段 第43條第2項第44條第2項第3項第108條第3項規定者 因爲不予專利之審定 專利專責機關為前項審定前 因通知申請人限期申付 借其未申付者竟爲不予專利之審定 第57條 任何人對於今核准延長發明專利權期間任由下令警示之一 等覆據證據向專利專責機關舉發之 1. 發明專利之實施無取得許可證之必要者 2. 專利權人或被授請人並未取得許可證 3. 核准延長之期間超過無法實施之期間 4. 延長專利權期間最申請人並非專利權人 5. 申請延長之許可證非除第一次許可證或該許可證存辦理延長者 6. 核准延長專利品之一藥品為動用藥品 專利權延長經舉發成立確定者 原核准延長之期間視為自施不存在 但因違反前項第三款規定經舉發成立確定者 就其超過之期間視為未延長 第71條 發明專利權有下列警示之一任何人等項專利專責機關提起舉發 以違反第21條至第24條 第26條第31條第32條第1項第3項第34條第4項第6項前段 第43條第2項第44條第2項第3項第67條第2項至第4項或第108條第3項規定者 2. 專利權人所屬國家對中華民國國民申請專利不予受理者 3. 違反第3條第1項規定或發明專利權人為非發明專利申請權人 以前項第3款情勢提起舉發者 先與利害關係人士的為之 發明專利權得提起舉發之情勢 依其核准審定時之規定 但以違反第34條第4項第6項前段 第43條第2項第67條第2項第4項或第108條 第3項規定之情勢提起舉發者 依舉發時之規定 第73條舉發因備具申請書在明舉發聲明理由 並減負證據專利權有二以上之請求項者 得救部分請求項提起舉發 舉發聲明提起後不得變更或追加但得減縮 舉發人補提理由或證據應於舉發後三個月內為之 與其提出者不予省著 第74條專利專責機關接到前條申請書後 經將其副本送達專利權人 專利權人應於副本送達後一個月內答辯 除先行聲明理由準與展期者外 藉其為答辯者進入審查 舉發案件審查期間專利權人僅得於通知 答辯補充答辯或申付期間申請更正 但發明專利權有訴訟案件系數中不在此線 專利專責機關任有必要通知舉發人陳述意見 專利權人補充答辯或申付時 舉發人或專利權人應於通知送達後一個月內為之 除尊譽展期之外與其提出者不予省著 依前項規定所提陳述意見或補充答辯有遲時審查之餘 或其是正已證明確者占略專責機關的禁於審查 第77條舉發案件審查期間有更正案者 應合併審查及合併審定 前項更正案件專利專責機關審查 任應準與更正時 應將更正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示之副本送達舉發人 但更正請刪除請求向著不在此線 同一舉發案審查期間有二以上之更正案者 申請再選之更正案是為撤回 第107條申請專利之新刑 實質上為二個以上之新刑時 經專利專責機關通知或據申請人申請等位分割之申請 分割申請應於下列各款之期間內為之 一 原申請案處分前 二 原申請案核權處分書送達後三個月內 第118條新刑專利權人處有依第120條準由第74條 第三項規定之情情外 請等於下列期間申請更正 因新刑專利權有新刑專利技術報告申請案件受理中 二 新刑專利權有訴訟案件係數中 第129條新刑專利權有下列請示質疑 任何等項專利專責機關提起舉發 以違反第104條第105條第108條第3項 第110條第20項第120條準由第22條 第120條準由第23條第120條準由第26條 第120條準由第31條第120條準由第34條第4項第6項前段 第120條準由第43條第2項第120條準由第44條第3項 第120條準由第67條第2項至第4項規定者 二 專利權人所屬國家對中華民國國民申請專利不予受理者 三 違反第12條第1項規定或刑刑專利權人為非刑刑專利申請權人者 以前項第三款情誌提起舉發者限於利害關係人士的為之 新型專利權德提起舉發知情誌 依其核准處分時之規定 但已違反第108條第3項第120條準由第34條第4項第6項前段 第120條準由第43條第2項或第120條準由第67條第2項 第4項規定之情誌提起舉發者依舉發時之規定 舉發審定數應由專利審查人員據名 第120條第22條第23條第26條第28條準第31條 第33條第34條第三項準第7項第35條第43條第二項第三項 第44條第三項第46條第二項第47條第二項第51條第52條 第1項第二項第4項第58條第一項第二項第4項第5項第59條第62條 第62條至第65條第67條第68條第69條第70條第72條第82條第84條 第98條第100條第103條與新型專利準用之 第135條設計專利權期限自申請日起算15年屆門延伸設計專利權期限與原設計專利權 期限同時屆門 第143條第143條 專利檔案中之申請書件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摘要圖示及圖說 經專利專責機關認定據保存價值者應永久保存 前項以外之專利檔案應一下列規定定期保存 以發明專利案處境審定準與專利者保存30年萬應保存20年 二 新型專利案處境處分準與專利者保存15年萬應保存10年 三 設計專利案處境審定準與專利者保存20年萬應保存15年 前項專利檔案保存年限自審定處分撤回或是為撤回之日所屬年度之次年首日開始計算 本法中華民國108年4月16日修正至條文實行前至專利檔案 其保存年限是用修正式行後至規定 第157條之二 本法中華民國108年4月16日修正至條文實行前 尚未審定之專利申請案處本法另有規定外是用修正式行後至規定 本法中華民國108年4月16日修正至條文實行前 尚未審定之更正案及舉辦案是用修正式行後至規定 第157條之三 本法中華民國108年4月16日修正至條文實行前 以審定或處分之專利申請案 尚未於第34條第二項第二款第107條第二項第二款規定至期間準 使用修正式行後至規定 第157條之四 本法中華民國108年4月16日修正至條文實行之日 設計專利權仍存續者 其專利權期限是用修正式行後至規定 本法中華民國108年4月16日修正至條文實行前 設計專利權因第142條第一項 准用第70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之事有當然消滅 而於修正式行後准用同條第二項規定 申請回覆專利權者其專利權期限是用修正式行後至規定 宣讀完畢 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 請問院會有無文字修正 沒有文字修正 決議 專利法徵定第157條之二至第157條之四條文 並將第29條、第34條、第46條、第57條、第71條、第73條、第74條、第77條、第107條、第118條、第120條、第135條及第143條 條文修正通過 討論事項第三案、著作全法第87條及第93條條文修正草案 請宣讀審查報告 本院經濟委員會分別於108年3月25日及同月27日 舉行全體委員會議審查本案 由召集委員賴瑞瑞隆擔任主席 會中邀請經濟部政務次轉王美花 提出說明並當副委員質詢 令邀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等相關機關派員練習備詢 與獲委員於聽取說明及詢 當後對方案進行逐條審查及沈密討論 並將全案審查完聚擬據審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 院會討論前不需交由黨團協商 院會討論本案是由經濟委員會 召集委員賴瑞隆補補充說明 宣讀完畢 請召集委員賴瑞隆補補充說明 賴瑞隆沒有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需再交由黨團協商 請問院會有意義 沒有意義 本案經濟審查會意見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 著作權法請宣讀第87條 第87條 有下列進行執意者儲本法 領有規定外示為侵害著作權或製本權 一 以侵害著作人名譽之方法利用其著作者 二 名之為侵害製本權之物 而散佈或意圖散佈而公開陳列或持有者 三 輸入未經著作財產權人或製本權人 授權重置物或製本物者 四 未經著作財產權人同意而輸入著作原件或其國外合法重置物者 五 以侵害電腦程式著作財產權之重置物作為營業之使用者 六 名之為侵害著作財產權之物而以遺轉所有權或出租以外之方式散佈者 六 名之為侵害著作財產權之物 六 名之為侵害著網路監處該等著作有下列情形之一而受有利益者 一 提供公眾使用會及該等著作網路位置之電腦程式 二 指導協助或預設路徑供公眾使用且木製電腦程式 三 製造輸入或銷售在有定義木製電腦程式之設備或器材 其向第七款第八款追行為人採取廣告或其他積極措施 教唆誘使生或說服公眾利用者為具備該款之意圖 宣讀完畢 到審查會條文通過第九十三條 第九十三條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二年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可或併可信貸幣50萬元下方金 一 侵害第十五條至第十七條規定之著作人格權者 二 違反第七十條規定者 三 以第八十七條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第三項第五項或第六項方法之一 侵害他認知出作權者 但第九十一條之一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情形不在此限 四 違反第八十七條第一項第七項或第八項規定者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全安經過二讀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 請務院會有異議 沒有異議請宣讀經過二讀之條文 第八十七條 有項列前行之一者除本法利用規定外 是為侵害著作權或製版權 一 以侵害著作人名譽之方法利用其著作者 二 名之為侵害製版權之物 而散布或意圖散布 而公開展現或持有者 三 輸入未經著作財產權人或製版權人 授權重置之重置物或製版物者 四 未經著作財產權人同意而輸入著作原件 或其國外合法重置物者 五 以侵害電腦程式著作財產權之重置物 作為營業之使用者 六 名之為侵害著作財產權之物 而以移轉所有權或出租以外之方式散布者 或 名之為侵害著作財產權之物 意圖散布而公開成立或持有者 其未經著作財產權人同意或授權 意圖供公眾透過網路公開傳輸或重置他人著作 侵害著作財產權對公眾提供可公開傳輸或重置著作之 電腦傳輸或其他技術而受有利益者 八 名之他人公開播送或公開傳輸之著作 侵害著作財產權 意圖供公眾透過網路接觸該等著作 有下列情形之一而受有利益者 以提供公眾使用會及該等著作網路位置之電腦程式 二 指導協助或預設路徑 供公眾使用前幕之電腦程式 三 製造輸入或銷售 在有第一幕之電腦程式之設備或器材 前向第基本第八款之行為人 採取廣告或其他階級措施 教唆又審判或說服公眾利用者 為具備該款之意圖 第九四三條 由下列情形之一者除二年下有期徒刑均易 或跟貨幣和新台幣50萬元相房金 一 侵害第十五條至第十七條規定之著作人格權者 二 違反第七十條規定者 三 以第八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 第三款第五款或第六款方法之一 侵害他人之著作權者 但第九十一條至一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情形不在此間 四 違反第八十七條第一項第七款或第八款規定者 宣讀完畢 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 今年三月二十五日召開全民委員會議審查本案 討論時做補充說明 宣讀完畢 請召集委員張委員洪璐補充說明 張委員沒有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需再交由黨團協商 請問院會有意義 沒有意義 本案經一審查會意見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 第幾清理條例 請宣讀第二十條 第二十條 神明會議前條規定所為之申報 執行市或縣市主管警官與審查無誤後 應於土地所在地之鄉鎮市區公所 村裡辦公處公告及傳列會員或信徒名冊 系統表及土地清策 期間為三個月 並將公告文副本及先會員或信徒名冊 系統表不動產清策 交由申報人於公告日日起刊登新聞紙 或新聞電子報連續三日 並於直轄市縣市主管警官及公所電腦網站 刊登公告文三十日 全力關閉人於前項公告期間內 得以書面向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警官提出異議 並檢付證明文件 前項異議深涉及土地權利尊職時 準用第九條規定辦理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全案經過二讀 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刪讀 請問院會有意義 沒有意義 請宣讀經過二讀之條文 第二十條 人民會依檢條規定所為之申報 直向市或縣市準文警官與審查無誤後 應於土地所在地之鄉鎮蓄序息公所 村立辦公處公告及成立會員或信徒名冊 系統表及土地清冊 其間為三個月 並將公告文副本級先會員或信徒名冊 系統表不動產清冊 交由申報人於公告日日起刊登新聞紙 或新聞電子報連續三日 並於直向市縣市主管警官及公所電腦網站刊登公告文 三十日 權力關係人於前項公告期間內 能以書面向該管指教室或縣市主管警官提出異議 並減附證明文件 前項異議涉及土地權力增值時 準用第九條規定辦理 宣讀完畢 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 請問院會有無文字修正 沒有文字修正 決議第幾清理條例第20條條文修正通過 報院會本次會議議程所列討論事項 先處理到此 後續有關政府採購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等 正在一場三樓協商當中 等協商有結論之後 我們再行處理 現在休息